第二課就是講一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講到一件事就是你想去跳出 和你想去擴大你的空間是涼化自己的事 跳出空間你是可以獲得極大極大的不同 但是你有成就風險的壓力 你要有很多危險 你跳出你本身的空間的時候 就是說你根本去一些你本身行業不熟悉 或者你本身不熟悉的事物 這個成功率會很低 但是如果你擴大你的空間 你是可以再把手伸長一點去其他地方涉獵的話 這個東西是真的幫到你的 而且不會死人的 就是這麼簡單